大家好,歡迎來到R演習室 今天R演習室要介紹的是ANCOVA 也就是常翻譯成共變數分析 共變數分析呢,典型的共變數分析就是說 實驗者呢,同時要面對一個因變數 兩類的自變數,一類的自變數連續的 好像回歸一樣 另外一類自變數卻是類別形態的 好像是做ANOVA一樣 那結合了類別以及連續的因變數在一起呢 就是一個典型的ANCOVA的統計學上的設計 那,好,那我們接下來再仔細說明,開始吧 首先呢,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試算表呢 在試算表我們可以看到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呢,是 我把它設計成,可以想像成是 前側 比如說是 教學法 實施新的不同教學法的 之前它的 學生的 考試分數 那第二個欄位呢,就是後側 也就是實施了 教學法的試驗之後 學生得到的 呃,分數 那第三個欄位呢,可以把它想像成三個教學法 所以呢,我們有三個欄位 那,呃,請注意一下第三個欄位呢,它是類別形態的 也就是A,B,C 那這A,B,C,我們可以把它想成三種不同的教學法 所以整個故事說起來呢,就是 呃,實驗者呢,他想要實驗這三種不同的教學法 在 在 學生 對於學生的那個 某種測驗是否有幫助 好,那 但是因為每個學生 他在 對於某種能力 他並不是 都一致的啦 那 所以我們就先給他做了前測 然後再實施不同的 A,B,C三種教學法之後呢 再給予他後測 那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考慮前測的話 常常就會變成 有的學生本來就比較 該方面能力比較強 有的學生該方面能力比較弱 那他在 他施與不同的測驗之後呢 呃,你只看後測的話 而沒有去 消去 前測的 效果的話 那就會看到一個虛假的結果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呃 ENCOVA這一個練習的 重要的目標之一 就是消去前測的影響 好,那現在我把資料Key好以後 總共有 30筆資料 然後 我把它存成一個CSV檔 那存成一個CSV檔的話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了 那我把它存在桌面 然後我就叫做 One-Way-ENCOVA-CSV 好,這是不重要 然後 好,這些耳熟能詳 好,那我們就進入R之中呢 我們來讀取那個 這個CSV檔案 然後我們把它命名成為DAT 用什麼function呢 我們可以用READ打CSV 我們把它命名成DAT 然後READ打CSV 輸入檔名 檔名是在桌面 之下的ENCOVA-CSV 好,出來囉 我們看看DAT長什麼樣子 OK,沒有問題 有D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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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欄 它並不是連續的一個變數 而是一種因子 我們要把它賦予一個因子的特徵 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我們可以利用 A starFactor這個function呢 來將它賦予 將這個TRE這個變數呢 賦予成 Factor的特徵 所以我們看看喔 我們看看 TRE它本身 會變成什麼 可以看到 它這裡產生了Labels 有三個Label 分別是A,B,C 但是請 我要強調一下就是 當我在進行 這一個A starFactor的時候 R的預設的動作 會直接幫它賦予一個虛擬變數 而這個虛擬變數呢 我們要怎麼看 它是怎麼賦予的呢 我們可以利用 contrast這個function 我們可以看到 它把它賦予成 呃 A A就是 0 0 B就是1 0 C就是01 也就是用兩個虛擬變數 那 呃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contrast 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 呃 simple contrast 或是有人稱之為 treatment contrast 這種contrast呢 在我們等一下做的時候 是會有困難的 呃 因為我們等一下 必須 在做ANCOVA的時候 一定要使用 type3的sum of square 再補充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是type3sum of square 請你自己去查查看 呃 我們在這裡就不多講了 好 那我們就 前置作業就處理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行 呃 ANCOVA的分析了 那在做ANCOVA分析的時候 一樣也是利用AOV這個function 來建立一個 呃 模型 那我們的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好了 我們叫做 mod.ia 為什麼叫 叫 IA 就是 有interaction的意思 好 那我們的 音變數是誰 音變數是 後側 那 字變數是前側 和 處理 前側 和 處理 以及它們的交互作用 所以整個寫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 資料來源是從DAT來 那現在我要強調一下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做 type3sum of square 才能正確的分析 ANCOVA 那要做type3sum of square 之前我們說的這種 treatment contrast 是不可用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讓它 呃 在AOV這個function裡面 可以指定我們要怎麼樣 改變它的contrast 我們可以這樣寫 contrast等於 list 括號 然後我們的 tre 這個變數呢 它必須要是 我把它寫慢一點 請看一下 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AOV 的模型 然後音變數是後側 自變數是前側 和處理 以及它們的交互作用 資料來源是從DAT來 那我們指定的contrast呢 是要讓Treat TRE這一個 這一個音子 它的contrast 施使用 sum contrast 那sum contrast 或者是Homer contrast 它就是可以 因為它是正交的一種contrast 所以 它們等一下在分析 type3sum of square的時候呢 就不會出錯 所以 這一個部分 是必須的 漏掉了 等一下 type3sum of square 就是會錯誤的 好 好 我們建立好了以後呢 那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的contrast 有沒有成功的設立 我們可以 這樣子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建立的AOV模型裡面呢 它的contrast 是怎麼被指定的 欸 我們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 tre這個變數呢 沒錯 它要變成兩個虛擬變數 因為它有三種 tre有ABC三種 所以有兩個虛擬變數 沒有錯 那它分別是 A用10 B用01 C用-1-1 這個就是 沒錯 這個就是所謂的sum contrast 那 那 那 這樣子等一下做type3sum of square 就不會出錯 那 接下來呢 我們 也許你就會很直覺的做一個動作 我們就要看看 你可能就會這樣子 你就會看summary 喔喔 因為我們製作ANCOVA 如果你直接對於 一個AOV的物件 進行summary的話 它出來的這個地方 它出來的這個 嗯 變異數分析表 是type1sum of square 而不是type3 而 ANCOVA是只看type3 而不是看type1sum of square 所以這個結果 完全是錯誤的 千萬不要採用它 我們必須要使用type3sum of square type3sum of square 所以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使用 CAR這一個package 那我們先把它引入 記得喔 如果你還沒有 如果你還沒有那個 使用過CAR這一個 package的話呢 那 等一下我們 這個過程是出不來的 我們這個過程會出不來 所以你必須要先安裝它 其他的影片都有介紹過 怎麼樣安裝一個package 那我們這裡就省略不說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使用 anova這一個function 那我們可以 anova這一個function 就是從car這個package來的 那我們使用type3sum of square 沒錯 現在我們得到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他說這是一個anoma table 是type3sum of square 那這一個就是真正正確的結果 我們大概看一下齁 首先呢 它的音變數是後側 沒有錯 那它這裡有一個 欸 欸 這個是 歪軸的結局 有顯著的不為0 前側這一項 顯著的 呃 有影響 後側 也就是說呢 等一下呢 呃 也就是說呢 後側的結果 是受到前側的影響的 它是 欸 是 也就是說是斜率是 不等於0的 那再來 這個tre呢 它也是顯 欸對不起 tre呢 也就是 處理之間呢 他們的呃 後側結果 是不同的 說 另外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 前側與 處理的交互作用 是不顯著的 意思就是說呢 等一下我們會畫一張圖 那張圖呢 會有三條線 分別代表 三種處理的 前側與後側的 的 的對應圖 那 這一個交互作用 並不顯著 呃 我們可以說 那三條線 都是平行的 所以他們的交互作用 是不顯著的 假如他們是不平行的話 那交互作用是 交互作用 就是會顯著的 齁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真正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齁 我們可以看到 呃 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 對 交互作用 因為交互作用不顯著 所以我們就可以 單純的討論 前側的影響 以及處理的影響 那 那個 前側的影響 跟處理的影響 呃 怎麼討論呢 就是說 前側會影響 後側 也就是 如果把它想成回歸的話 前側會 前側跟後側的 這個對應的斜率 並不是零 那再來 對不起 前側的 對後側的這個斜率 它不是零 那 再來處理 也就是說如果把它換成三條線 他們三條線 並不是 欸 同一條線 而是會有上下的差別 那 交互作用不顯著也就是說 這三條線 並不是 呃 平行的 有點複雜齁 然後 我講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 大概就是這麼解釋 那 因為呢 交互作用 呃 對不起我補充一下 假如今天交互作用是顯著的 那你就不能 討論 前側 以及處理的主效應了 你就真的只能單一的討論 欸 A處理的一個 一個簡單線性回歸 B處理一個簡單線性回歸 C處理也是一個簡單線性回歸 那假如 呃 所以 因為我們今天是 我故意設計成一個 交互作用並不顯著 所以我們就可以討論說 喔 主效應 都是可以被我們討論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主效應 我們想要再建立第二個模型 我們的命名叫做 呃 NIA 好了 什麼是NIA啊 就是沒有交互作用 那 我們也是同樣 做一個 ANOVA 因 因變數是 後側 那前側是誰呢 前側是 呃 對不起 自變數是 處理 和 前側 注意喔 這裡是一個 加號 也就是 不是新號 也就是 我並不想要考慮交互作用下 資料就是 DAT 沒錯 然後呢 呃 呃 因為我們還是在做 ANCOVA 呃 我們還是要用 Type 3 3 所以我們的 呃 處理 它的 contrast還是必須要 呃 我們必須要自己來指定 所以我們就寫 contrast 跟剛剛是一樣的 tr1 等於 我再 再把它排一下齁 也就是說 呃 我們要建立一個 沒有交互作用項 也就是所謂的 真正的ANCOVA 在做的事情 那沒有交互作用項 所以是 前側 前側 加 處理 並不是新號 好 資料來源是DAT 然後呢 請把 處理這一個變數的 contrast 設立成 呃 sum contrast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做 type 3sum square 就會是正確的 好 建立好以後呢 記得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喔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是type 1sum square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是 就是 使用卡裡面的 encore an... ano... 對不起 anova這個 function 然後 呃... type 13 這樣才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看到 OK 這個就是我們最終的 呃... 我們經過一個 去除交互作用的動作以後 呃... 我們得到一個 可信賴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就是 對 呃... 處理和 處理和 前側都是有顯著的 非常非常顯著 對於後側的影響 那也許你會好奇啊 那到底是怎麼個影響法呢 呃... 我們可以 來看 我們可以不要用 呃... 我們可以不要藉由 呃... 便衣術拆解錶 來...來 得知怎麼樣影響 便衣術拆解錶 並不能給你更多資訊 它主要資訊就是告訴你有沒有顯著 但是 就是我們如果想要知道到底 到底 的 呃... 所謂的主效應 也就是 處理和 檢測的主效應 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 再建立一個 呃... 模型 AOV模型 那我們把命名成為 TC NIA就是沒有交互作用 那TC就是說 我這一次的處理 我這一次的contrast呢 處理的contrast 把它設立成 呃... Treatment Contrast 會比較容易了解 因為 Some Contrast 比較難被了解啦 呃... 呃... 因為Some Contrast 就代表說 三個處理都是跟總平均互比 有沒有差異 而Treatment Contrast 也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動作呢 是 有一個對照組 另外兩組跟那個對照組來比較 好 那我們可以 把模型建立好 AOV模型建立好 我寫快一點齁 寫醜一點 寫醜一點 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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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解釋一下好了 前面呢 都一樣 沒有問題 前面做都一樣 後面這邊吼 有一個contrast 等於list 我們要設立 我們要把 TRE這個變數的contrast 設立成 Treatment Contrast 跟上面這個Sound Contrast 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 但是因為R的內建 對不起 R預設的contrast方法就是 Treatment Contrast 所以 從 這裡到這裡 紅色的部分 你不寫的話 是可以的 不過因為我是要做練習嘛 把事情講清楚 所以 所以我就把它寫出來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看看 Summary.lm 就是用線性模型的方法 來看看這一個 這一個 結果 OK 好 你可以看到吼 我們有一個擷具像 然後 擷具像的估計值 還有擷具像的那個 減定量 那還有這個就是 可以看到 TRE2 跟 TRE3 TRE2 跟 TRE3 分別就是說 TRE... 我們因為我們設定的是 Treatment Contrast 所以 TRE2 會跟 TRE1 比較 好 也就是說 TRE2 比 TRE1 的 因變數 在模型裡面 大了 5.14 而且是顯著的 那 TRE3 比 TRE1 大了 10.46 而且是顯著的 另外呢 PRE 呢 這一 它對於 後側的影響 是一個斜律 這個斜律的值是1 而且也是顯著的 這就是 我們可以解釋的結果 那等一下我們會畫一個圖啦 可能會更清楚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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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清楚的表達 呃 我剛剛這一張 這一張表格 所要表達的意思啦 好 那 Ankova 已經做完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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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強調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交互作用是不存在的 所以 可以做這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這一件事情 如果交互 也就是討論主效應 如果交互作用是存在的的話 那討論主效應是沒有意義的 還是就要把它分成三條線來討論 也就是做三個簡單詳情回歸的意思 那接下來要來畫圖啦 呃 因為Ancoba的圖比較難畫 可是又非常的重要 所以必須要講 嗯 比較討厭的事情就是 R的畫圖 比較麻煩 因為 圖本來就是一種複雜的事情 雖然看起來很單純 可是 要實際要畫一張圖 其實是非常 麻煩的事情 所以會有很多的程式 而且為了要把圖畫好 我會做一些額外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一些 額外的動作給你看 首先齁 記不記得我們的DAT是 有三個部分 處理 是有A B 和C 這些 然後還有一個前側跟後側 這是DAT完整的內容 總共有30筆資料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A 割出來 B也割出來 C也割出來 那怎麼割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嗯 Subset這個 function 首先我要割出A 我把它命名成為DAT.A 好了 Subset DAT 好 我把它解釋一下齁 首先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資料 叫做DAT.A 好 那我們用Subset Subset對象是DAT 也就是這個 上面的這一個東西 好 上面這些東西 然後在這上面的東西裡面啊 請幫我找出 TRE 是A的就好 然後把它存成DAT.A TRE相等於A 而不是把A 負予TRE 這個是程式語言的一個東西 叫做比較運算值 我不想解釋太多 總之要兩個等號才對 OK 現在你看DAT.A 就是只有TRE是A的部分 那我們要 為什麼要建立一個DAT.A啊 因為我們要幫它畫一個回歸線 建立一個一般線性模式 那個簡單線性回歸 那怎麼做呢 我們把它命名成為 REG.A 簡單線性回歸應該沒有問題吧 就是這麼簡單 因變數字變數寫上去 然後資料來源就是 DAT.A 好 OK 那這個就是 REG.A就會是 只有上述這些資料的 PRE跟POS他們的 嗯 線性回歸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還有B啊 還有C沒有做 所以我們把B和C也做一做 啊 這是B 還有C 等一下你們就會了解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動作了 因為就是要畫一張 可以 有足夠資訊的圖 的前置工作 好接下來我們要畫一張圖了 這張圖大家可以在腦子想像一下 橫軸 就是前側的分數 中軸 是後側的分數 然後上面會有三種 線 第一種線 第二種 三種線分別代表 三個不同處理 也就是ABC 他們的 三個回歸線 以及他們實際的資料 所做的點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畫囉 呃 首先我們要畫一張假的大圖 什麼是假的大圖 我等一下再講 先把它寫完 呃 首先呢我們要畫一張 XY對應圖 音變數是DAT裡面的後側 音變 呃 字變數是DAT裡面的前側 然後呢 我們寫一個 Type 等於N 這樣子就會是 只有畫坐標 和範圍 而不 畫實際的點上去 如果你有 如果你沒有寫Type 等於N的話齁 你就會把點都點上去喔齁 所以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會長什麼樣 我拉一下 有沒有看到 上面是空空如也 因為我 我 我使用的Type等於N 那 這邊 這邊就是後側的分數的範圍 那 這裡就是前側分數會做 會使用到的範圍 好 這張圖要留著 不要把它關掉 接下來我們要把點都畫上去 首先我們先畫 處理是A的點 好 記不記得處理A的資料是DAT.A 對不對 然後 欸 對不起 我們用的方形叫Points 然後第一個輸掉DAT.A裡面的 呃... 前側 然後 再來是DAT.A裡面的 後側 然後PCH等於1 PCH就是說 點的符號要用什麼 它會有 我們用的是編號1號的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圖長什麼樣子 欸 你看到 有圓圈點在這個地方了 這個就是處理A的前側後側的對應的點 那同理咯 我們把B也都畫上去 那B我們用編號2號的點 好 那C也畫上去 現在你們應該了解為什麼前面要做那些前置工作了齁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長什麼樣 好 現在有看到了 圓圈這邊的圓圈就是 呃... 處理A 三角形就是處理B 十字就是處理C的點 欸 還少了什麼 還少了回歸線 回歸線的加法 我們可以用ABLINE 然後呢 我們不是建立了三個簡單線性回歸的模型嗎 所以把它寫上去 LTY等於1 代表的是 欸 線的形式 用我們用 第一號 編號第一號的線的形式 我們看看會長怎麼樣 欸 你會看到 這裡就畫上了一條回歸線 嘖 也就是 處理A的回歸線 那我們把B和C也畫上去 看一下 畫上B的 對不起 這個 這個要用這個 呃... 對不起 這個應該要用2號線 比較清楚啦齁 呃...所以這裡已經變成了虛線 呃... 這張圖 我這裡畫錯了 所以我可能重來 再重新畫一張 所以請等一下齁 好 不好意思齁 我們現在重來把 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接一下 現在我們要畫線了 點已經畫好了 首先畫第一條線 用編號1號的線 屬於那個... 處理A 然後再來是處理B的 用2號線 然後再來是處理C的 用3號線 好 接下來還少了什麼 還少那個Legend Legend的話就是說 這三條線 以及這三種不同形式的點 是...分別是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寫一段 這個Legend 首先要...先說明Legend的位置 我們要放在右下角好了 好 那...Legend的名字分別是 A...B...和...C OK 我寫慢一點齁 然後... 再來線的形式就按照剛剛所定義的分別就是 ABC對應的線的形式就是... 對不起 就是1...2...3 還有最後還有就是點的形式 也是1...2...3 也是1...2...3 好 啊...太開心了 花了這麼多力氣 終於畫好一張可以用的圖 好...那現在... 我們可以再說明一下齁 這就是三條線和三組點 對不對 然後分別意義就代表在這邊 可以看得清楚 那...橫軸就是前側 那...橫軸就是後側 現在...我們要回到剛剛我們建立的 我們看到的結果 剛剛我們得到了一個沒有交互作用項的 我們從那個交互作用項開始看好了 這個交互作用項裡面啊 我們可以看到齁 交互作用項是不顯著的 有一個非常大的P值 你可以看到這三條線幾乎都是平行的 也就是不存在交互作用項 如果三條線被認定為不平行的話 那交互作用項就會顯著 那...因為交互作用項不顯著 那討論主效應就有效 就是可行的 我們可以看看主效應 看看PRE代表的意思 我們說前側是顯著的 代表什麼意思 也就是這三條線 共同的邪律 共同的邪律 並不是0 齁 因為他們的 因為他們都是平行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他們享有一個共同的邪律 而那個共同的邪律 模型認為並不是0 所以這裡有行星 接下來是 處理TRE的主效應 也是顯著的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這三條線 他們的 Y軸結句 因為我們這裡看不太到Y軸結句齁 Y軸結句要連到這邊來 他們的 Y軸結句並不是相等的 也就是說 他們 去除 這個後側的分數 在三組之間後側的分數 去除了前側之後 他們是有 高低之分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差距 大概是5的差距 這裡有一個差距 大概是5的差距 然後這裡總共是10的差距 所以 這個就是 TRE是顯著的原因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把交互作用像去除掉了嗎 呃 去除掉的可以看到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看看齁 結句 是2.73 這個2.73是有被 欸 調整過了 我們 而且也不是很重要 我們就先不討論它 TRE2 它是跟TRE1比較 它 多了 正 5.14 也就是說 TRE2 也就是B這一組 比 第一組 它的 垂直的這個投影的高度 被模型認定為顯著的增加了5 那 TRE3 比TRE1 大了10.4 也就是說 這一條線 比這一條線 垂直的投影 大了10 而且是顯著的 再來 PRE 也就是 也就是這個 橫軸 橫軸 因為它們交中是 不顯著的 被我拿掉了 所以它們三條線 都享有一個 共同的斜率 這個共同的斜率 的值是1.03 而且是顯著的 這就是 呃 把整個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子說完了 哇 真的是不容易齁 好 那最後最後 也許你想要做的是 模型診斷 嘖 做模型診斷 在 呃 在做模型診斷也許 最重要的還是看殘叉圖 看殘叉圖 還不容易嗎 記不記得我們有一個 MOD 呃 呃 我們有一個 MOD 點 我們最後採用的是 MOD 點 NIA 這個模型 也就是沒有交互作用項 的模型 那我們可以看看它的 殘叉圖 直接把它 用PLUT包起來 就可以看了 好 我們看看 這就是殘叉圖 呃 似乎有某種趨勢 但是 呃 總之你可以利用殘叉圖 來判斷很多事情啦 包括 殘叉是不是常態 殘叉是不是大致在不同的位置是獨立的 那殘叉的變方在各個區段是不是相等的 這些事情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來看殘叉圖 而至於你如果真的要再做一些更細節的診斷 呃 我在這裡就不做了 因為 因為其實還滿難的我覺得 呃 要在R裡面做的功夫要滿多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複習一下 首先呢 我們有 三個 變數 前側 後側 處理 我們在處理裡面呢 記得 因為要做 要做 Type-3-some-of-square 所以 呃 處理 的coding 必須要 呃那個dummy variable的coding 必須要是 不是treatment的那一種 OK 也就是說 我們會利用一個 我們會寫一段像這樣子的文字 會像這樣子的文字 請你們 請你們那個記得 這個事情要做 Type-3-some-of-square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就是利用 carb這個package來做 來做 anova 然後裡面就是 什麼模型 然後呢 Type-3 好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正確的 Ancova 無論有沒有交互作用像 那如果你的交互作用像是顯著的話呢 你就 你就不能 討論前側的影響 以及處理的影響呢 就要變成好像是 在討論三條 獨立的 沒有什麼關係的 沒有享有共同的 呃 沒有享有共同的這個 邪律的一個 三條回歸線 那如果交互作用像是不顯著的 而且P值滿大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掉 然後 變成 討論他們有 他們有共同的邪律 以及有 以及有不同的拮据 那 這個就是整個 Ancova 要做的事情 呃 那至於Ancova的應用啊 其實非常非常的廣 因為 比如說 就好像我們今天的例子 每一個人 本來的能力就不一樣 那你給他 把每一個人分配到不同的教學方法 他進步的分數 當然 會 也許進步的分數會隨著處理而改 不同的處理而改變 可是因為他本來的能力強 後來的能力就會變得更更強 那如果他本來的能力比較弱 他雖然進步了 可是還是不能會 不能夠比本來能力強的人 達到一樣的水準 所以我們就利用 Ancova這樣子的統計技巧呢 呃 統計技巧 可以去除掉 前側的效果 呃 無論是在哪個領域呢 Ancova的應用都是非常廣的 不過今天 這個工作呢 主要是要說明 在R裡面 什麼把一個非常簡單 最簡單類型的Ancova做的正確 以及有效 而且如何解讀它 好 天啊 真是累死我了 好 那就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